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減息難滴關稅,亞太股市偏遠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恆新指數未敢反彈69點 收報26965 成交相當低 由於長假期周末的關係 只剩下671億的成交額 今天港股在27,000點心理關口之下爭持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的走勢圖 雖然美國說有機會減息 其實減息的機會很高 不過港股這幾天都不是很彈得起 仍然都陪圍在27,000點 這個26,733點 途中所見的位置是調整61.8%的幅度 即是由24,540點升到30,280點 調整61.8%就是26,733點 最低6月4日 見過26,671點 稍微跌穿過 之後就在這個水平增持 這個技術支持位置 暫時仍然可以說是成立的 後市如果就算有些反彈也好 估計在27,500到27,600 即是在5月22日和23日之間 這個下跌裂口會有一個阻力 沒有這個裂口仍然要下跌 何況未必一定能報到 因為這幾天走勢仍然比較偏遠 如果它反彈不起的話 那怎樣呢 就要回到大概這兩萬六千關 回補1月8日和9日之間的上升裂口 好了 大市的形勢就說了這樣 之後先說今天的題目 減息難滴關稅 雖然美國聯儲局 撲出來說有機會減息 不過實際上 減息也是太慢 太遲了 除非你在6月份 今個月就減了 否則的話 要再拖多6個星期 6月19日開會 不過現在市場估計都不減了 因為你才剛開口說 有機會減 上半年 如果不減的話 美國的債息 已經跌到下去2來1的水平 美國的知識曲線 已經倒掛了一段時間 你聯儲局再不急速地行動的話 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仍然是很高的 現在估計6月份不減 7月份減的機會都不高 要最快到9月才減 唉真是 等得你來都蚊子 會不會太遲呢 我覺得怕會太遲 所以 美國 就算現在說減息 會刺激到美股有些反彈 但應該連接下來這幾個月的經濟數據 都是一般的 所以美國很可能減息也救不了他 不過這樣 亞太區現在所害怕的 就不是減息太慢 救不起美股 而是特朗普的關稅 首先 大家知道 中國有2500億美元的商品會徵關稅 已經是徵25%的關稅 今天特朗普再威脅 他說適當的時候 會再加徵中國商品 3000億美元的商品的關稅 我們不知道適當時是何時 不過知道 現在由於附運到美國的商品 除非你是6月15日之前到達 因為已經出了關 那些不需要徵 但之後那些就要徵了 所以現在這一刻 你出在中國離開的商品 都要徵25% 之後他會開聽證會 會做一大輪的龍鳳訴 之後都應該說會通過 都是要搞死中國的 都是要徵的 之後 全面中國所有商品 去美國都要徵25%關稅的話 所影響的不單止是中國 而是周邊所有很多國家 下廈區的國家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還未看中國的股市 先看教授影響的韓國股市 根本他不太能彈起 今天一彈起又有一支 陰燭劇下來 升得了兩點 大雙頂 當然了 因為韓國很多的產品 其實出口才去了中國 然後中國到家公園 才去美國 對中國的徵關稅 對韓國的影響是很深的 很麻煩的 總之搞到韓國 都是一鍋譜 日本股市 都是頭肩頂的 雖然有少少反彈上來 但是都不是彈得高 除非他可以擺脫到 這個頭肩頂形態 否則的話 都是會受影響下跌的 為什麼 都是那個原因 很多商品 其實在日本生產了出來的電子產品 有很多都先運到中國 加工 然後才再出口 都會受影響 相對來說 影響較小的是台灣 不是說沒有影響 都是有影響的 不過相對較為小 因為由於 當日本來向中國徵關稅的時候 有部份的台商 是會撤資 去回台灣 所以對台股 當時影響較小 但是現在都出現了一個頭肩頂形態 它還未跌穿頂線 萬一不幸運 跌穿的話 大家知道 又是一個大型的跌浪 你看到今天 港股都可以彈一下 它還是跌0.5% OK 郭台銘說 準備競選總統 紅海在台灣 都是跌到飛起 因為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而它自己都說 這次的影響 對紅海集團來說 可能好像金融海嘯 或者比金融海嘯更加慘 所以都不要看台灣股市一定沒有事 亞太區受到影響 中國內地股市終於在長假之前 長周每假之前都是要跌的 上正指數開始回補裂口 今天散了下來 跌了1.1% 雖然美國說有機會減息 但是對A股都沒有什麼刺激作用 會不會回補了這個裂口呢 有機會 深淨成分股已經回補了 2,800區就是這個上升裂口 2,804 如果萬一失守的話 就下去雙大頸線2,703 就是大概2,700關 都守不到的話 當然是大劑 要下去試這個 去年 sorry 今年1月初的低位 2,440 希望沒那麼差 希望頂得到回補了這個裂口之後 2,800區先守得住 希望是這樣 深淨成分股跌穿了 跌穿了 跌穿了 不過這個不是主戰場 這個不是力托的主戰場 最主要都是看著上正指數 人民幣就是最能守得住的 因為阿爺最有決心的守人民幣 6.92這個位置都沒有穿 不過 如果真的要加晶那3,000億商品的關稅 那麼人民幣還守不守呢 我猜就不守了 6.92都會跌穿的 6.98就是上高這個位置 都會跌穿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全部商品都要蒸 那我的人民幣當然是貶值 還不貶值 難道被你按住來砌嗎 不會的 所以有機會是會跌穿的 大家要留心這一點 回來再看看恆新指數 當外圍的市況都是有些偏遠 當大家都擔心貿易戰 再越打越深的時候 港股這個位置是有機會跌穿的 就是26,733點 其實中國和美國現在所謂貿易戰 其實是被美國一直按住 美國很害怕中國這個老耳超越它 這件事不是我講的 是前港大經濟學系教授張悟祥今天說的 美國很害怕中國經濟超越美國 事實上其實不單止張悟祥這麼說 之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已經這麼說 就是叫美國或者西方其他國家 接受中國經濟崛起 變成一個大國 老實說中國搞了幾十年經濟 就是這麼多億人黑苦內勞地砌出來 你說現在追貼你了 就說要種種壓力壓下去 其實真的很不公道 接受其實是一個比較現代化的看法 其實中國綜合實力 無論你怎樣搞 因為增速繼續保持6% 又不是我講的 IMF講究就算調低了也有6.2% 中國增速有6%以上 逐步逐步會追近美國的距離 這個是事實 所以如果美國越接受 這場貿易戰就越容易平息 否則的話 都還是靈日的話 香港 中國 包括亞太區股市 中短期都仍然有機會繼續向下 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